如果有人已經把Google這個表單 答了一些題目之後 而且有一些圖表出來了 那這些圖表很棒的 你可以去把它做 如果你要做一些文件 或做個簡報 你就可以把這個圖 來右上角這個地方 複製然後貼到上面去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到雲端硬碟 我的雲端硬碟 我開一個新增Google文件 這個就像Word一樣的Google文件 如果我今天 剛才人家作答完這個結果 比如說我隨便 我理這個好了 這個報告我想要把這個圖 我想要把複製貼上 你就直接在這裡按一下 複製 然後再到你剛才開的文件 然後Ctrl V 就貼上 你看 剛才的那個報表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貼上 然後你可以如果你要做 你要寫一些文件 就可以寫 然後根據我們問卷等級結果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就可以這樣 但是很好玩的是 如果你今天是用 Word拋POINT 不行貼上去 來我們開一個新的 我現在把它啟動 這是Word啟動起來 來囉 你看我一樣在這邊 Ctrl V貼上 它就沒有東西 貼不上 我重新複製一次 有人說可能會 我剛才複製的已經跑掉了 我再複製一次按 複製 然後到Word裡面 Ctrl V貼上 沒有 貼不上 OK 因為這兩家 是抵對關係 但是 我跟各位講 還有別的解決方法 如果你真的想 希望在Word裡面用 剛才你只要在文件當中 貼上之後 接下來就是 檔案 下載格式 下載成Word 那這張圖 就會已經 就會 就會 就會到Word裡面 你看我下載了之後 等一下我開啟起來 給各位看 現在是Word嘛 Docs Word 好來 我現在開啟起來 好 你看 這就是Word 是不是一樣 這張圖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 也有替代方案 好 那不管你丟到 Outpoint Excel 怎麼達成 就是你可以先貼到 Google簡報 Google試算表之後 一樣就是 像剛才左上角的 下載格式 欸 怎麼突然關掉 隨便 Google比較大上 蛤 Google比較大上 蛤 就是 你就是 那個什麼 反正是算表 你就是這裡 檔案 檔案 下載格式 就可以下載成 像這裡就可以下載E-Sale 可以嗎 好 那現在 我們再多講幾個東西 來 Google表單 欸 我的一個Google表單 先這樣子好了 那個貼圖的部分 我先完成一個錄音檔 好 我先把它完成一個錄音檔 我先把它完成一個錄音檔 好